HAPPY NEW YEAR 今年是2022年第一次见到大家 很快整个圣诞和新年假期就结束了 但我仍在Holiday mood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里做了些什么呢? 我的朋友忙着看张敬軒的concert 我忙着破飞去看全城最Hit的蜘蛛盒 你知道吧 这一套再不看 我就真的跟朋友没有话题 但我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所以就不会削透 但就想说一个感受 什么是这样都可以? Facebook就玩metaverse 蜘蛛盒就玩multiverse 两个宇宙一样都是无限大 而商机就是超级无限大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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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那么Hit的蜘蛛盒不自无归 就是去年全球票房冠军 气势当然是厉害 年代在全美国最大的连锁电影院AMC股价 但在上月17日 即是电影开画第一天 立即急升了接近20% 还不止 整个2021年去计算 AMC股价累积 狂升了1273.58% 你没听错 是千多% 那千多%又是什么概念呢? 电影数据网站Box Office的首席分析师 还表示 自2019年后 美国电影业没有再出现过这样的热潮 而蜘蛛盒是有望成为 美国电影票房复苏的转捩点 明明近这两年 这么多社交限制措施 已经是全球少了很多人入戏 再加上这么多串流平台 好像Netflix、Disney Plus 看都看不及了 竞争这么大 没理由看好戏院的股票 你说蜘蛛盒是Superhero拯救世界 难道他这次连戏院都拯救了? AMC上年年头 都是在几元这个价位徘徊 一直都没什么起色 但一麽解构突然升得这么夸张 全音为两个英文字母 Me 我不是说我 而是Meme 那什么是Meme股呢? Meme这个字真是很难用言语去解释给大家 所以我就展示几张图给大家看 大家就一定会明白 这类的Meme 相信大家在用社交媒体的时候 经常都会看到 Meme越搞笑 就越多人forward 那就会越流行 但Meme和股票又有什么关系呢? Tommy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总结2021年 震惊全球金融市场的事件 你觉得是什么呢? 不是密币密币爆升 也不是Elon Musk 减持Tesla的股票 登登登登 是美国小散户 大战华尔街 Drama 小散战 大战华尔街 就不是一部Superhero的电影 是投资市场的现象 因为多了world from home 出街就害怕的 多了时间留在家 有钱又没有订用 要么又想找外快 那就多了散户 投入投资市场和社交媒体 而华尔街散户 上年掀起了一股Meme股的热潮 中文是迷因股 即是指大量的散户 聚集在某一个社交平台上 去讨论投资的话题 他们会热烈讨论 某一只被人做空的股票 透过大量买入去支持那只股票 大量是几百万个或几千万个投资者 跟对冲基金对抗 就像Meme一传十 十传八 越来越多人有共鸣 就成为了热潮 根据Vander Research的数据显示 上年买得最多的十大股票 除了有Apple、AMD等科技巨头之外 留意第四位的AMC 就是迷因股的表表者 上年6月AMC由最低$8 直接就爆上去到$70美金 真的硬都可以 除了AMC 游戏零售商GameStop和Batberry 都成为迷因股 而根据市场内幕Markets Insider 报道 2021年 散户投资者 联合一起去对抗对冲基金 做空的股票 这个举动的确是颠覆了华尔街的传统生态 虽然近年 也有几十只迷因股爆升 但多数都保持不到长期的升势 在这个热潮过后就会回落 就好像AMC为例 截至我现在六片这一刻去计 比起6月中最高位 已经回落了大约五成 你也不是说不禁 不止股市 币市都出现过迷因的热潮 有专家指出 迷因股和Cons 在2021年都出现了泡沫的情况 还预计下一波泡沫化的金融商品 很可能会是全球的增长型股票 投资公司GMO的策略师说 目前美股超过25%的上市公司 交易额是营业额的十倍 而亚马逊的股价交易额 的确是营业额的十倍 但问题就是 不是每间公司都是亚马逊 矛头还好似直接指向Tesla 因为过去一年股价也爆升了不少 11月份也破1,200元新高 市值突破1万亿美金 Tesla我自己本身也有持有 之前见它升得这么多 当然将部分先行获利 其他就等它继续放止妖 我再看看等它的价回落少少少 再部署下一次的入市时机 如果您对迷因股也很有兴趣 但又不想浪费时间逐一只去追 原来迷因股也有ETF 其中一只是2021年3月才成立 由资产管理公司Fanact 推出的社交情绪ETF 代号是Buds 简单说 即是用AI的技术来追踪社交网络 从中篩选出75只讨论度最高的股票 投资组合中主要持股包括资讯科技 一些非必要的消费品和通讯服务的产业 刚才提及过的GameStop AMC 当然在里面 而它好的地方 就是入德维的企业 市值都要有50亿美元以上 它的总管理费就是0.75美元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较进取的ETF 可以留言告诉我 下次我可以拍片深入再讲解一下 不过大家要记住 无论是什么市场也好 始终Meme股的波动性实际太大了 所以它短期上面 就会有机会大上大落 有机会会导致选手烂脚 这些公司很多时 基本面未必是这么理想 背后未必有这么多业绩可以支持 就会容易造成这个股值过高 加上2022年始终整个市场 都最有太多不确定性 我自己也是偏好一些实力型的大股 迷因这些 我就靠花生可以了 但看着这条片的你们 就不要只顾着吃花生 记得点赞 按订阅和订阅小时 下条片见 拜拜 数据 没有 哪好 杨黎